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我们接着讲蒂卡尔的谈谈方法 我们说蒂卡尔这本书为什么要是谈谈方法,为什么是从这个方法入手的 那么他也开始谈,说这个人们之间大概意思是说智力都差不多了 但是最后这个结果很不一样 他的结论是说,但有聪明材质是不够的,主要是要在于正确的运动材质 行动十分缓慢的人只要始终循着正道前进 就可以比离开正道飞军的人走在前面很多 所以方法非常之重要 有趣的是现代哲学的另一位开山主持,经验主义的奠基人培根 他的最重要的著作叫做《新工具》 工具,方法,新工具 是因为亚里士多德也有一部著作叫做《工具论》 那么培根这本著作谈的是新工具 也就是说现代哲学的这两个奠基人 虽然他们的理论立场 有所不同,一位是经验主义的开山主持,一位是理性主义的开山主持 但是他们都是从对传统的经验主义的基本的探讨的方法和路数 发动攻击开始而进行他们的思想的创造 对他而谈到他的这个 探索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的这样一种这个 经验的时候说到 刚才我们说过,自己受过最好的教育 自己有全欧洲最有最有学识的人当老师 自己的同学里面也有很多被称之为最有这个天赋的人 自己也经常受到老师们的夸奖,因此自信并不比别人差 但为什么最后老觉得不太对劲? 当时的各个学科,他所受到的各种教育都让他感觉到非常之不满 哲学,数千年来好像吸引了无数第六的头脑 他们讨论来讨论去的都是一些同样的问题,而没有取得实际的进展 神学是叫人要升天的,来是如何得到拯救的 但是完全不按照一种这个思维的正常的这个思路来推进人们的认识 其实在学科里面好像只有数学是建立在最坚定最可靠的这样一种基础上的 然而数学这样一种方法这样一种思路不应该运用在更宽阔的范围内 但是本身却被拘据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并且本身也没有得到太多的发等 所以当时的各门学术的这个情况让笛卡尔是感觉到非常的失望的 所以他觉得以前的这样一些这个学术 那样一些低流的智慧的人都百分之把自己的精力耗费在上面 必定是其中的方法出了一些问题 笛卡尔在写谈谈方法的时候 自己已经是这个觉得自己取得了若干成就的 所以他说,我并不是比别人聪明 我只不过碰巧比较早的来审查自己所使用的方法 意思是他就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 所以能够使自己得到一些切实的收获 那么他的方法是怎么样出现的呢 笛卡尔是这样来讨论两个问题的 他说,假如一座这个建筑物 是有很多不同的时代的人们,不同的建筑师 那么在不同的时代,还就不同的布局来修建的 他最后肯是七零八乱 肯定是这个整体非常之不和谐,非常之糟糕 想要集合了各种各样的因素,但是最后却非常之不成功 他说,你看,我们如果反省自己的头脑里面的种种观念 自己头脑里面的种种知识,恰恰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在自己的领治没有来得及成熟之前 在自己有能力独立地做出判断之前 头脑里面就被自己的父母,就被教师 就被各种各样的人们不断地教导 不断地灌输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和观念 毫无疑问,这样一些知识和观念中间 肯定有一些东西是正确正确的 但是这里面也有很大部分,甚至是更多的部分 是错误的,荒谬的 也就是我们头脑里面知识的状况 我们头脑里面所积累的观念的状况 就好像是不同时代 人们不断地在同一个地区上修的一个破烂不堪 而又极其的复杂的建筑一样 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改变这样一种状况 笔卡尔提出 那么既然我们的头脑里面 有各种各样的观念,有各种各样的知识 他们本身的来源不一样 他们本身是没有经过我们的独立的理智的考察 就进入到自己的头脑来了 所以我们如果要使自己的思想正确 要使自己的整个思想的系统建立在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上 你一生中就需要一次彻底的怀疑 我好像先把所有的东西都从地区上清空 然后重新来建立一个最巩固的地区 我必须采用这样的方法 所以彻底的怀疑 怀疑一切 这是笔卡尔的方法的最基本的特征 但是笔卡尔马上就声明说 我这样不是模仿怀疑论者 所以学他们为怀疑而怀疑 摆出永远犹疑不决的假设 我们整个打算只是使自己得到确信的根据 把沙子和糊涂挖掉 为的是找出磐石和硬土 那么这个话说得非常之鲜明 怀疑主义者是为怀疑而怀疑 是犹疑不决 所以认为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是确定可靠的 而笔卡怀疑一切的原因是 我找到了一个绝对不能够怀疑的起点 我是要找到一个坚贵的基地 也就是说我的怀疑最后是为了达到真理 达到确信 所以他和怀疑论非常大的不同 所以他经常为自己辩驳 比如我们看我们引到这句话说 有人指责我为怀疑论者 因为我反驳了怀疑论 有人指责我为无神论者 因为我认证了上帝的存在 这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怀疑论 怀疑论就是古希腊就发展起来的 这样一种哲学的倾向 这样一种哲学倾向 所有的时代都同样的存在 我们来举例子 古希腊的一个智者派的一个哲学家 高尔基亚 高尔基亚是古希腊影响非常大的一个智者 古希腊图的对话里面有一篇就叫高尔基亚 就是高尔基亚篇 高尔基亚的怀疑论 我们可以说他有这么三个命题 逐步后退着这样一个三个城市的命题 我们也可以说怀疑论他也是这个 有他的基本的推论的路数的 有他的立足的基本的论据和认证方式的 无误存在 世间没有任何东西是真正的存在的 无误存在 那么我们可以说 还有很多其他的哲学派别 宗教派别 比如说佛教 在这上面非常相似 无误存在 没有什么事物是有真实的可靠的存在的 你也可以说这点非常好理解 为什么 因为世间万物都变动不绝 我们经常会感觉到 世间的种种现象 种种有生命的物 容易流失掉 容易一去不复返 但是你以更加持久 更加长远 以永恒的观点来看 日月江河 山川大地 它也不是经久不变的 没有一个东西是真正的这个可靠的存在 无误存在 下一个命题 退了一步 说即使有误存在 我们也不能认识 即使有东西是存在的 我们也没有办法认识它 退一步 即使有事物存在的 我们也没办法达到对它的认识 为什么 因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制的 人不可能真正的完全的认识一个对象 我们自虚为认识而了的对象 那不过是我们 肤浅地自以为达到了对于事物的真实的把握 实际上 我们不可能达到最特别的 最深究的这样一种认识和把握 这点我们也能理解 在后的一个问题 即使能够认识事物 也不能够传达给别人 我即使达到了一个认识 但是我能不能够把我的意思 连锋不动地传达给你 不能 这个话 它也有大意思 我们可以做点解说 这也是恰恰是 刚才我们所说的像维特根斯坦之类的人 20世纪讨论的语言哲学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和晚期哲学有点不同 就是说 他后期的哲学非常强调 语言有一个社会环境 比如我们这样来讨论这个例子 人的社会离不开语言 人类相互的交流也离不开语言 虽然除了语言的交流手段以外 人类还可以有别的交流手段 但是语言的交流是人类交流的一个 最为核心作为主要的手段 语言一方面使人们得到交流 但是另外一方面 语言也是组合人们的手段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可以举例子 就是说 语言的基本单位是概念 我们从这个句子 从这样来出发 我们每一个 我们不同的人对同一个概念 永远不可能有完全同样的理解 是不是这样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红 红这样一个词 比如我们把它作为一个颜色的概念的时候 我心不当弄到红和你 他心不当弄到红是一样的吗 大概不一样 其一个红 我们设想一种色彩 也许你想到的是这个粉红 他想到的是鲜红 我想到的是猪门九州车 那个猪门那种红 也许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从小被教育 红这个概念 它对等物的时候 那个对等物就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生育结构不可能一样 比如说你接受无数次的体检 有一项是要检查你是不是色盲或者色弱 虽然你既不是色盲也不是色弱 但是这两项东西的存在 就证明着我们对于颜色的这个辨识的程度 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心目中的红 非我心目当中的红 它们不可能是完全同样的 又比如说红这个词 它在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传统 不同的社会政治形势下 被赋予了非常不同的内涵 比如说它可以是一种意思 比如说李连英是老佛爷面前的大红人 它可以这个红 这个含义 比如说又红又专 这个红又是什么含义 又比如说随随随正在奏红 而且红很长时期以来 比如说在中国 红区与白区 那么这个人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等等 它带有很多合理的 具体的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经历 相关的内涵 所以不同的人 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国家 我们对于同一个词 同一个定义的内涵 它会非常之不一样 没有同一个概念 在任何两个人心目当中 是完全具有同样的内涵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要把我的意思完全的 准确的传达给你的是不可能的 当然这是非常极端的概念 就是说 即使我能够认识没有误 我也不能传达给别人 但是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一个 换出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完整的 准确的 百分之百的 一点都不留意的传达不可能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基本中 忠实的 基本可靠的传达不可能 我们只是想说明 我们从意义上 这样一种论证 我们想说 怀疑论它的基本的这样一些论点 它不是没有它的一些根据的 并不是没有自文其说的这样一些能力的 这是我们对怀疑主义举的一些例子 怀疑主义它当然 像笛卡尔是要急于摆脱掉怀疑主义这样一个恶名的 怀疑主义名声不是很好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坚实的可靠的 不论是在任何时事上 还是在道德 还是在人生取向上 找到一个坚实可靠的基地 但是怀疑主义有时候也是个好处 它可以针对任何脚条 任何未经人们思考 然后就假装是真理的东西 那么它可以产生极大的冲击力 怀疑主义在古希腊又曾经被称之为皮朗主义 因为皮朗是这个晚期希腊的 怀疑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当然这时候怀疑主义在它的手上 已经更多地变成了一种人生哲学 或者说文理学上的一种怀疑主义了 既然外间的事物 都是这个流遍不拘的 都是人们所无法完全的真正的掌握的 那么一个人应该怎么样来安顿他的生活 他应该反求诸己 回到自己的内心 寻找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外界的一切是我无从把握的 所以我找的是一条 任意在的救赎之路 那么怀疑一切 就是迪卡尔寂静的思维的路数 怀疑一切也还得有怀疑的办法 倒也有到 怀疑也还得有怀疑的正常的取得 迪卡尔的方法原则说 那么在怀疑一切 在重新建构自己可以确信的知识的大厦之前 那么自己确定了这样一些基本的原则 你看这样一些原则也挺好玩 比如第一个是说 只有自己确信无疑的 才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当中 因为怀疑一切 就是因为以前接受的很多知识 很多观念也靠不住的 所以你不能够轻易地放过一个 宁可错杀三千也不可错误的话 这个漏掉 再有每一个困难的问题 分解成小问题 依次解决 这叫做解析解析的发明人 应该有着基本的这个思路 要按事故的次序思考 有简单到复杂 有容易到困难的步骤进行 要把所有情形都考虑到避免遗漏 就卡尔还反复地谈到这样的意思 我始终只求克服自己 也不求克服命运 只求改变余望 不求改变世界的秩序 这样的看法 一个方面的确它是要 给这个当时的外在的宗教的政治的权威 发一个信号 自己要做的事非常之有限 不希望它产生其他方面的内涵 另外一方面 也的确是这样一个人给自己富裕的使命 因为他所做的事情 就是要做世界的一个观众 这个观众 他不是要介入到世界的活力 而是要了解人生世界的奥秘 白衣 白衣一切 白衣来白衣去 什么东西都是考不住的 我甚至于连这个 自己是在做梦 还是在清醒的境地 我都没有办法肯定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这样的经历 有时候某一个梦境 比我自己经历过的事 还要并加真切 所以我连自己是在做梦 还是在这个清醒的状态下 我都无法肯定 这一切都可以被怀疑 怀疑来怀疑去 最后只有一点是不能怀疑的 那是什么 那就是我在怀疑这件事本身 是不可怀疑的 所以这个怀疑一切 怀疑来怀疑去 一切都被怀疑了 就讲了 那么最后不能够怀疑的 是我在怀疑这件事本身 正是由我在怀疑这件事本身 不可怀疑 迪卡尔得出了他的哲学 从而也是现在哲学的一个 奠基性的命题 他是用这个拉丁文写出来的 翻译成英文就是那句简单的 I think therefore I am 这句话我们经常被翻译成 我思故我在 我怀疑一切 怀疑来怀疑去 只有我在思考本身是不能够怀疑的 所以 有我 所以我得是 所以我得占 这是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问题的哲学 那个不得蕴含 什么是我 我的 identity 何在 有一个电影 美国的叫什么 咱们翻译成叫做什么 谍中谍还是什么的 原文就叫做Burns Identity 或者某一个人 他如果失去了记忆了 或者他发生了什么变化了 他要找到他的identity 你的身份证叫做什么 ID是吧 identity card 那个identity 他就是你的身份 他就是你自我的同一性 我 从前我是一个压压学义的那个小孩 我曾经是一个有着不那么远大的理想 有和很多坏习惯的年轻人 我现在是 现在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然后我将变成一个垂垂老鱼的白发老者 为什么我还是我 为什么我依然雇我 我的identity 我的连续性核展 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 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 我们有时候就经常看到这样的说法 什么是我 我师雇我展 你也可以说 这样一个命题 它强制了我是什么 你可以说 比如说我的头发是我 我的头发不是我 我把我的头发不断地拔 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拔掉 然后引用自责的问题 说什么时候才能够严格地把台上这个人称之为一个秃头 但是即使可以所有的人都认为 在严格的意义上他已经成为一个秃头以后 大概我还是我 我依然够我 我还是我 我的头发不是我 比如我的手或者脚 断掉 然后我加入了残疾人联合会 那么好像我还是我 那么这一切好像并没有改变我的存在 没有使我不成其为我 如果按照这样一种思路看起来 我是什么 这个我好像就成了 比如王阳明所说的 人心自动一点灵敏 这人心自动一点灵敏就好像是 笛卡所说的 我是故我在的那个我思 我在思考 那个思考着的那个 我 那个人心自动一点灵敏 仿佛成了我的最根本的规定性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 你怎么来界定我 人非常小的时候 他是没有这个 我的这个观念的 小孩子非常小的时候 只会用自己的名字来称呼自己 比如说宝宝要干嘛 佼佼要干嘛 然后突然有一天他能够正确地说 我要干嘛 他和这个世界已经区分开来了 这是他的智力发展的 一个飞跃 但是你怎么来界定我 我真理的一切算不算我 我的财产算不算我 甚至像刚才我们说的 我的身体的某些特定的部分算不算我 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 所以这个我的identity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么你也可以说 笛卡尔的这个 我是我在 从一个层面来说 也是涉及到的是这样一个大问题 白一线 怀疑了怀疑去 只有我在怀疑不能怀疑 由此得到了一个起点 我思不我思 当然这点本身也有问题 后来康德批评他说 我思不我思 只能推出我思 所以我思这么一回事 由我思推不出我 当然这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说到 但是我不能够唱独角戏 光有我还不行 要由我在而推奔出世界的存在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笛卡尔的确是这个 又显示出来了 他受传统的经验哲学的思想 所影响的那一个层面 如果再怎么来推论出世界的存在 它的沿用的几乎是我们以前所说到的 基督教神学早期的那个 宗教的理论叫安舍伦的那一套推论的方式 所谓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这是我们以前谈到过的 我们以前说任何宗教或者准宗教都有一个 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关联的问题 用流行的话来说 有亚典和耶路撒冷之间的关系的平衡的问题 我们举的例子就是说 也有一种努力是想用理性来为信仰来做论证 然后我们举了例子说 像早期的安舍伦 他是做了一个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那个证明是在说 我是有缺陷的 道德的缺陷 智能的缺陷 生理的缺陷等等 这都不用说 然而在这样一个有缺陷的我的心里面 有一个完美无缺的神 有一个完美无缺的上帝的形象 而有缺陷的我的心灵当中 是不可能自发的产生这么一个完美无缺的观念的 这个完美无缺的观念只可能是由外 加之于我的内心的 因此 这个完美的存在 有 因此上帝存在 这是安舍伦的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我们曾经说到过 这样的论证 它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思想前提 那就是创造物的性质不可能比创造者更完美 它实际上有这样一个前提 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安舍伦的这个证明 是被笛卡尔 几乎是原封不动的引用过来来证明 上帝的存在和外在世界的存在 实际上这样的前提论证明不见得 这样的前提存在不见得 那么笛卡尔由我师父我在 由我内心里面有一个完美的神的形象 来认证上帝在 而上帝既然是完美的 他必然是诚实不期的 我的头脑里面 分明地显现出一个外在的世界 这个外在的世界 不会是上帝欺骗我的一个幻象 他必然是真实地存在着 所以世界存在 所以绕了一个圈 怀疑一切之后 笛卡尔终于又把整个世界给还原过来了 但是此时的世界已经不是此前的世界 此时他能够 头脑里面经过检验的 确实可靠的观念 已经不复是从前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人们管束给他的不同的知识和观念 那么笛卡尔的谈判方法 主要涉及的就是他的这样一些 基本的思想方法 就是他的由怀疑一切而建构起一套 在他看来是 准确可靠的观念体系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他的真正的思想体系的残伐 是在他后来的一些著作里面才完成的 所以我们也极其简单的说几句 和经验主义把这个观念知识的来源完全看作是感官经验不一样 那么理性主义的这个主要是从别的角度出发了 一看二你看 他就说人是有天赋的观念的 天赋的 内在的 生来就有的观念 人有各种观念 有来自感官的观念 来自感官的观念就是相当于经验主义所说的观念 但是来自感官的观念是残缺的 片段的 不完整的 而且经常是错误的 比如说我往一个水盆里面放一根筷子 在太阳光底下这根筷子好像断了一样 那实际上它没断 比如说我从骑车从南门往里面走 我觉得好像这根桨边的树最后交叉了一样 那实际上没有它们是平行的 人的感官知觉总是经常会欺骗人们 所以这种来自感官的观念是靠不住的 人的心里也会虚构各种观念 比如说 无论是中国或者西方都有充满了理想主义情怀的懒汉 梦想海上有金山 金山就是人心的虚构 虚构的观念靠不住的 但是天赋的观念 内在的观念 清楚明白的呈现在人们内心的观念 那是不会错的 比如说两点之间直线最大 比如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 等等 这样一些观念 它是真实不忘的 它清楚明白的没有矛盾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就是它的可靠性 它的正确性的标志 等等 当然这个迪卡尔的哲学 它还导致了其他的困难 就是我们这儿无暇提及的 我们在这儿说到的 可以提到的就是说 有这样一种提法 就迪卡尔的思路 它完全是一种理智的思路 理智的怀疑 理智的思考由怀疑一切而便能定起一个 哲学的系统 但是也会有别的一样的思路 比如说帕斯卡 同样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的帕斯卡 那么它更多的好像是 从内在的 对于自己的生存 对于自己的人生 对于自己在世界当中的处境的感怀 为出发点 而不是完全的 用理智的思考作为出发点 来考虑 来进行推论 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 即便是在欧洲 或者是在欧陆大陆 它也有迪卡尔以老思维的传统 和帕斯卡尔以新思维的传统 这样两种不同的路数 比如说后来的理智 当代的存在主义生命哲学 大概就更像是帕斯卡尔的两种路数 更多的考虑的是 人的生存的感受 而语言哲学等等 那么更多的注重理性的推论的 那么更接近于 笛卡尔的这样一种路数 我们可以从帕斯卡尔思想中里面的 几个片段里面 来看这两种路数的差异 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 如果这样一种事故 是出现在别人的身上 我们好像可以用理由说 这是一种反科学的 或者波拉姆科学的思路 但是就是在科学史上的地位 无庸置疑 和笛卡尔至少是可以 完全相逼美的帕斯卡尔 出现这样一些论断 就加倍地值得我们注意 我们来看它的这样一些论断 就是出现在它的著作思想中里面的 一些片段 两种过分 排斥理智 紧紧承认理智 排斥理智 这是不对的 这是过分的 紧紧承认理智 也是过分的 就是说还有超出于理智 还有理智所不能够揽阔的 那样一些东西 在人的生命 在人的精神生活 在人所列宁的处境当中 这是一个 我们再看一句 我们这句很简单的理智 理智的最后一步 就是要承认 你无限的事物 是超乎理智之外 人的生活 人的情怀 人的感受 人的关怀 有很多东西是在理智之外 它不是反理智的 但是它不是唯理智的 它不是单纯的理智 就能够解决的 如果我们设定一个 完全理智的系统 那么红楼梦里面 红楼梦大概就不会出现悲剧了 就是一个很正当的理智 选择自己的将来的 这个生活伴侣的故事 我们再来举 帕斯卡尔的一段话 举这段话 也许可以诱惑一部分同学 自己去看一下思想的这本书 人只不过是一根 人的围茬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 但它是一根能思想的围茬 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把心捂起来 才能毁灭它 一口气一滴水 就足以治它死命了 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它 人却仍然要比治它与死命的东西 更高贵得多 因为它知道自己要死亡 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这是帕斯卡尔非常著名的比喻 人是会思想的围茬 非常的脆弱 但是它因为有思想而高贵 比如我们有看 我们实际上 实际上已经用过了他的话 说人既不是天使又不是情手 但不幸就在于 想表现为天使的人 却表现为情手 所以你看 这又是打科学家帕斯卡的另外一面 这又是欧洲大陆 理性主义思想高度发展的同时 同样以科学家的身份 而在思考人生和世界的 种种困惑的帕斯卡 他的另外一种思路 所呈现出来的智慧之光 不用了 不要 不是